太傻天书 作者 太傻 太傻对话录 第三章 第七节 生活的艺术 Jim 你说得实在太好了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咨询顾问究竟应该怎么工作的最精彩的回答了 能给我一个类似太傻生活原则的行动指南的东西吗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每个场景都跑来问你应该怎么行动了 诸如吃饭 洗车 出去玩 看电影 玩游戏等的场景下 究竟什么才是太傻原则的行为方式呢 太傻 行动指南只有一个 在任何情况下 你不是在做任何事情 而是在成为你自己本来的样子 如果你一定要做事情 那就只是做展现爱的事情 只有基于爱的行为 是没有反面 没有分离 只会产生爱的结果的 在爱中你不会批判自己 更不会批判你的兄弟姐妹 在爱中你不会做出分离的选择 你不会在爱中评价 比较 判断 爱不会制造恐惧 你如果感到任何的期待 恐惧和渴望 那么那肯定不是爱 爱是太傻行为的唯一指南 例如如果你去玩一个游戏 例如网络游戏 你在游戏中会体验到很多的渴望 升级的渴望啊 高级装备的渴望啊等等 在这个时候 你也许会意识到 这些追逐都是分离的追逐 你不可能从这些追逐中真正获得快乐 这个时候你不要批评自己 告诉自己 太傻说过 没事的 一切轻松自由就好了 同时反思自己在游戏的分离中那些情感 问自己 爱会如何做呢 然后你会自然地离开那个游戏 或者在平静中完成那个游戏 这就是爱的行动 没有批判 没有归咎 只有爱与爱的平静 例如你说的吃饭啊 洗车呀 类似的情景都一样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在做这些事情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心理状态 究竟是平静的 还是在追逐 究竟是因为恐惧而做 还是因为爱而做 你可以因为爱而吃饭 你可以因为恐惧而吃饭 但是 同样是吃饭 对你的影响却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 究竟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的行为 什么是爱的力量 如何展现爱 爱是如何创造一切的 这是我们下一次谈话 要花整整一章来谈的问题 在那一章之后 你会更清晰地理解 究竟太傻的行动原则 是如何塑造你的生活经历和这个世界的 我觉得你说的爱有点抽象 我觉得爱也是我的生活原则呀 我爱世界 爱家人 爱朋友 爱祖国 你能概括一下 太傻的生活原则和一般的其他生活原则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太傻 也许你会觉得你理解爱 我会说 其实你只是理解了皮毛 那些并不是真正的爱 太傻的生活原则 你也许觉得很多人都在做 他们活得似乎都很轻松自然 但是 其实那也只是偶尔运用 类似的生活原则的一些皮毛 几乎所有的人的生活本质并没有改变 只要你相信你大脑病毒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 你就不可能真的再实践太傻的生活原则 在一个大脑制造的幻觉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只是在恐惧的束缚下 不断地做事情 从做一个事情到做另一个事情 这个世界的生活原则可以叫做行动主义 本质上 大脑指挥下的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要到达某种目标 这个世界的人们相信 自己的生活是外在决定的 于是只有自己不断地做事情才能改变外在 只有不断地行动才能改变自己的外在世界 然后获得那些所谓的快乐 一旦你告诉任何人他根本不用做 事情自然会改变 他们是绝对不相信的 太傻的生活原则却是没有目标的 也不是行动主义 你看 太傻天书反复说 不用去做任何事情 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 所以 太傻的生活原则的本质是成为主义 太傻生活原则相信 只要你走出了大脑分离的幻觉 恢复你真实的觉知 你的内在充满爱 而不是恐惧的时候 你的外在也会因此而改变 意识创造体验 内在决定外在 所以没有必要去行动 只要去成为即可 成为自己 成为爱 成为合一 Jim 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是行动主义啊 还是成为主义啊 Jim 我看我很明显是行动主义吧 不过这个原则似乎有点抽象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一些 不过我估计还要断练一段时间 才能充分理解吧 太傻 放心吧 你肯定会热烈地爱上太傻这种轻松自如的生活原则的 它并不神秘 也没有告诉你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它只是提醒你 这些你一直都可以做到 只是你的恐惧阻拦了你自己 你要做的只是走出恐惧 然后快乐地活着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一样轻松地生活 你可以拥有财富 只要你不执着于财富的区别 或者非要用财富去做什么事情 你同样可以拥有健康快乐的一切 是你的忧虑和恐惧本身让你失去了那些 而不是任何外在的事物 当你恢复了内在的创造力 在太傻指引下 开始过这种生活 创造你生活的每一刻 你会爱上这种感觉的 那是一种真正无忧无虑的感觉 一种自然而然的知道一切 完成一切的感觉 所有一切的思考 交给太傻就是了 锻炼自己的思维 让自己慢慢接受这个过程 从过去的那种挣扎的痛苦中走出吧 你肯定会和我一样的快乐而自由 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 你觉得你一开始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知道应该怎么在生活中 面对你的各种生活环境 一面走出分离 一面又做好每一件事情了吗 其实你慢慢的会发现 你其实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只是在做你自己罢了 怎么又被你一说 就觉得很容易的感觉 我自己做的时候 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不过你说的确实很吸引人 我也似乎找不出什么破绽 好吧 我自己先试一试吧 试一试用太傻的生活原则 锻炼一段时间吧 我会继续做你给的练习的 不过我估计下次也会有一堆问题 太傻 放心吧 回答你的问题也是一种乐趣呢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乐趣 我从来不选择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乐趣 你肯定也可以一样的做到的 不用担心 相信你内在的太傻就是了 Jame 好吧 我不担心了 让我从现在开始 试着以太傻的生活原则 活一段时间吧 反正我什么也不会损失 我一直都是觉悟的 一直都是自由的 一直都是爱 每一刻都是奇迹 对吗 太傻 太好了 你已经学会了 在每一刻都和自己这么说 很快 你就会真正的改变的 不过 Jame 也许你觉得你的进展是缓慢的 似乎到现在学完第三章了 都没有发生什么奇迹的变化 但是 我却已经看到 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已经在你的身上发生了 当你的思维开始改变的时候 你的生活也将开始改变 这是万物的必然规律 往往一个人开始真诚地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 他的生活会经历一些重大的变化 也许看起来他会给你带来一些痛苦和麻烦 但是 它们都是奇迹 记住我说过的 那是太傻给你扔下的一个巨大的肉丸 不要抗拒它 接受它 理解它 爱它 于是这个肉丸也会发生它真正的最大的功效 就好像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生活中 你永远不会忘记 意义重大的变故一样 在这些变故之中的时候 看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 当你度过它 在一段时间之后 回头过来看 你会真正地看到那些变故 是真正的奇迹 那些奇迹给你带来的是真正的飞跃 既然如此 在每一次看似痛苦 实际即将带来飞跃的生活改变中 又何必去自我折磨的抗拒呢 记住 这些都是你自己创造的 你应该快乐地拥抱它们 Jim 你说得这么玄 难道又看到什么我的未来了 是不是我要被炒鱿鱼了 或者要换工作了 其实我早就在琢磨这些事情了 不过你说得对 过去我每一次看似最痛苦的经历 其实都是我收获最大和飞跃的时期 我看清了自己的选择 看清了其实我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坚强 于是我也真正地在这些变化中成长 可是看起来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似乎话里有话的样子 别像那个功夫熊猫里面的老乌龟一样 话总说一半 让大家自己去猜 这样多累呀 不过你要是能给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那就更好了 太傻 未来并不存在 我当然没法给什么具体的建议了 而且你要记住所有能预言未来的人都不会告诉你真正应该知道的东西 因为一旦你观察到了 未来就会因此而改变 这个和量子力学的原理是一致的 观察者会决定观察对象的结果 所以就算我知道你具体的未来也无法告诉你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送给你比一些具体建议有用的多的东西了 这些东西不是简单的用于处理一两个问题的 而是能在未来任何时候用于解决问题的魔法物品了 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棒和隐身衣一样 Jim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难道你会真给个哈利波特的隐身衣那样的东西 或者你要像奇迹课程练习那样说 你什么都看不见 这就是你说的隐身衣吧 太傻 不是不是 我真的会给你实实在在的东西的 而且不是一件 是三件 我还会教你具体怎么使用 不过不是这一次给你 是从下一次谈话开始 每次谈话之后 都有一个魔法物品送给你 Jim 不是还有四次谈话吗 那不是应该有四件 怎么只有三件 提前透露一下吧 至少说个名字吧 让我也有个大概的印象之类的 太傻 嗯 没问题 反正你早晚都会收到的 提前告诉你也没问题了 免得你总是觉得 我又用什么概念忽悠你 其实确实是四件 只不过第四件是前三件 在某个咒语下组合变化而成的 第一件是一副魔法墨镜 你可以用它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某种真相的世界 这个墨镜会配合一个叫真实的沟通的魔法 它让你拥有奇迹的说服力 就好像星球大战欧比旺通过卫兵用的那种魔法 第二件是一个真相的显示器 很多人想象上帝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显示器 可以看见人间所有过去未来之类的 就是这样一个显示器 这个魔法物品会帮助你强化与太傻的沟通 也会配合一个魔法锻炼 第三件是更神奇的东西 而且不是一个 是一套东西 是一套奇迹的树叶 这套树叶告诉你 任何一天你可以施展的奇迹 这三件东西可以在最后一堂课 我将教你的某个咒语下 组合成一个新的奇迹道具 具体是什么东西 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结果 而且那个东西只属于每一个人自己 我也很想看 你自己为自己创造出的是一个什么奇迹道具 Jame 真的吗 这么具体 和我想的还真不一样 这些你自己肯定都有吧 那你自己的那个最后组合的奇迹道具是什么 魔棒吗 太傻 我自己造出来的是一套奇迹手环 也是套装 有七个 各自有不同的功能 你看我现在就戴着一个 不过这一个我已经戴了好几年了 它的魔法功能叫Link 至今对我还是功效无穷 看来也还没有到换另外一个的时候 你的会自己造出什么我不知道啦 不过肯定是最适合你的 肯定是太傻在她的白宝箱里为你选择的 你这么喜欢隐身衣 也许太傻真的给你一件隐身衣了 不过你要隐身衣做什么 要去偷窥你老板吗 Jim 嗯估计拿到了就知道做什么了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这次全给了 还非要一次一次的 这个不是又让我陷入期待了吗 太傻 因为你还没有真的做好准备呀 给了你你也不会用 我在第一次谈话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前三章的谈话是结构和基础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完成前三章 而进入后面章节的 有的人也许只看看书名 就会一笑而过了 所以如果不完成前三章 你根本不可能理解之后的各种魔法的意义和创造原则 因此也不可能学会使用 所以给了那些东西也是浪费呢 不过Jim 你看起来是肯定可以完成这本书的学习的 所以我就给你预告一下 你也不用期待什么 等你完成了自然会收到 反正我不是说过 你肯定会完成的吗 就好像你不会期待下一次生日蛋糕对吗 因为你知道肯定会收到的 Jim 好 希望下次来我可以带给你巨大进展的好消息 泰莎 我从不期待好消息 你一直都是我生活的好消息 这是真相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